无可立下心魔之事 此山除我们之外 定还有他人 且此时没有伤害 定是隐藏在某处 看我们连败去伤害 难道是梦驼子 不管是谁 我们还是速速离开为好 我了 是他 杰瘫小儿 居然诱发了最终禁止 疯了疯了 这杀星居然只对了个花神机动手了 第二关 本军逼迫 练乡 诺 诺 诺 主导 你看山下 这 这到底是什么锦汁 东木修 再留作保留 怕我二人谁也过不了这第二关了 脑子不知晓 哪怕遮罪些凶鬼 你要冲过去 脑子不得猴死 极胆小儿 不得猴死 不得猴死 这锦汁山本身竟然也是一座锦汁 捡回来 这东西 没有半点灵力波动 那是已经废了吧 神石就无法探战 诺子 这整座禁止山只有您一个霸王了 您就别慢慢吞吞的了 咱赶紧走吧 最终禁止是连化神器都无法抵挡的存在 我不能硬撞 况且此地只剩我了 我更可以小心研究 睡觉吧 好了没有啊 好了没有啊 没事啊 怎么了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解开了 终于可以离开这个鬼地方了 躲不了了 我们死定了 怎么回事 简直明明已经全部破解 这 无人吐司 您破解了此剑山所有的剑制 我人以剑山地四位大零物质名号 因此以剑山地之所遇见 我能进入本气石海 可凭零物质身份 获得无分本气尽致敬意 每一位物质都可在我石海内 获得一块木箭石 这魔箭石不颤子任何星球 只颤子星空之中 它是制作禁制的必备材料 只要在其上 刻下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的禁制 便可制作一个禁制 主张 此处击灭空间有关这么多 却没有团外做 那这第三关 无神老君 老头子 主张 我们该怎么办啊 谁敢伤我们二虎 妖神傀儡 去把这吞魂 带来 主子 既然有前人开路 咱就偷偷跟着走呗 省得费力气啦 太寒静了 快走啊主子 前人栽树后人成梁 多好的机会啊 果然 静止依然存在 你带什么 你们会是 只能拼了 小子们 给我打回去 不是吧 竹子啊竹子呀 这玩意儿太厉害了 是我的经历了 如果引邪丹兄硬撞着禁止 我必死无疑 哎主子 这玩意儿咋解呀 不知道 有什么呀 不知道 但凡凡静止 必有阵眼 有阵眼 就可以破解 这个静止极为复杂 显然是高人不止 只能试着一点点解开了 只能试着一点点解开了 这 这再还搞上学习了 我 兔子 十点了 十点了 你到底在搞什么呀 成了 此处 就是这个禁止的真言 等等 这是 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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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慌之急 竹子 在前面是柳玉魔君那个魔头 好算计 在原本的禁止上 叠加恐慌之急 难怪威力被增 这样一令力破解禁止 速度太慢了 若是能以神识直接攻击 竹子 怎么现在该怎么办啊 荒神 他在前面不麻烦 从后面追上来才麻烦 那老东西 要么死我们前面 要么直接通关 不过你破了这个禁止 那个荒神老怪 会不会发现 我们在他后面 发现是必然 不过 他未必猜得到事物 哦 靖子被破了 也不知是端木老鬼 还是梦驼子 无碍 本军苦修禁止 已千载 定要好好招待招待你们 你个傻贱兜的 每次都拿我来出发 禁止试水 老子立过功 老子流过血 你不能这么对我 这些阵营 本身是神石造物 若是能用神石将它毁坏 不知可不可行 去 这神识颇切尽致 的确比灵力更加得心应手 攻合柱子 神识之权修德大成 不通过第二关 此日可待啊 这些年对近日的钻研已然深刻 那六欲魔君能做的 我亡灵 也要刻意 第一关虽然费了些时间 不过老夫这满兜子法宝 可算留下来了 灯鹤鬼火 老夫最恨的就是这些弯弯绕绕的静置 千年前老夫已经闯过一回 这第二关拦不住我 这谁啊 咋破的这么快 硬闯禁止还能将他击破 只有端木极了 那咱们不是完蛋了吗 前后两个都惹不起 你快慢都得死啊 能拖他一步是一步 封雷禁止 封雷禁止 有神灵边 去 封雷禁止 封雷禁止 本没有冰霜之力在内 封雷禁止 定是有人动了手脚 封雷禁止 封雷禁止 豪富的法寶 柳玉小儿 老夫绝不会放过你了 完蛋了 怎么完蛋了 端木鸡那个老魔头要追上来了 竹子 你干什么 别想不开啊 你再厉害 只是个结单区 这里的精致 你碰然就死定了 可是你快跑吧 既然跑不掉 倒不如藏身日子 找到了 你别闯进去 你别改变尖 疯了 你简直是疯了 我 lei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你 柱子 你可吓死小的了 小的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帮忙 把你炼化的魂吐出来 柱子 你要这些魂干什么呀 化神强者的身世无比强大 只有大量被炼化的身魂 才能阻隔一耳 神强者都看不透这屋 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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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柱子